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 帮那个老板娘 还有老肥的这个莲姿 拿去 我那叔叔药店里面去 帮他打成粉末状 然后顺便教一下大家 怎么打粉 这个是之前我帮老肥那个 已经刷过来了 然后放在这里晒一下 这样的干干燥 干一点 不干的话 等下打的话那个打粉机 会粘在一起接头接块的 这个是老板娘自己很聪明 把它切成颗粒状 哎呀太厉害 聪明 两大粉开 他们各自各的 拿到我那个 我家那边中度那边去 来回 也要100多公里 出发 好 到了 中度 中度这个阵 中阵来的 中阵来的 要把材料 药材的 对 但是也打不了 平时的话 我们 我老爸是老中医嘛 他们打用粉的话 就是用这个 但是他说 打不了这个 他说打的话 会粘 会粘 然后用那个专业高转速的 那个 打粉机 才可以打 因为打完之后 他像那个棉花一样 很通 纤维 看一下我素材的 哦 哎呦 可能我要去路在线去了 找那专业的 打打粉 又回到路在线了 打这个粘子粉了 有点麻烦了 那个 到了这里 这个药材 加工的这里 让你看一下 这里全是药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路在线 一个 这个 最大药材加工的 那个 老板的地方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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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那个 当归 嗯 这当归好浓哦 还是不行的 这个设备 哎呦 麻烦 麻烦了 好几个地方 哎呦 换了好几个地方 吃我干嘛 干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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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不是 是脚 脚疼 都不上来了 嗯 嗯 我还要放大半点 吃的 看什么 挺直 再大吗 那这样吗 哦 这个是谁啊 你打的 那都想要全做 哦 现在那个老板他 还用拿一点草药来 洗这个鸡子 就是说 只能打一片药里面那个干进去 嗯 不不才有其他药 嗯 哦 感谢这个良生老板 天洞 这个他他他他生长的是藤状的 然后下面 一挖起来是一 都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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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一大 抓他们这 嗯 嗯 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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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整个面挖的不 面挖的不 哎呦 我还是跑了很多地方才找到这个方法加工这个的 像辣麻布打出来的那种人吃这个东西还那么多哟 我后来主要是这种方法要再问 那种方法要够不够 那种方法要不要够 那些款式还要去 我们知道那种方法是什么 你可以够去 把那种方法的问题 拉小方只能够进去 得了 错了哦 慢慢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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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妈给他提起了 面子装着你不得就不得了 我拿薄草 薄草那边还是大薄草 老婆给你 不然这边大薄草 上车准备回去 老婆 哦 好的 这个车子装不装 拿着 回程座啊 哎呦 这带是老板娘的 这带是老白的 上次的面子 就像棉花糖一样 这个是老板娘的 真是像棉花糖一样 你看 这就是棉花糖一样 你看 有棉花糖一样 有棉花糖一样 你真是把自己用的 嗯 就像棉花糖一样 有棉花糖一样 好吃啊 好吃啊 所以说林子苦的 小棉花 一点都不苦 一点都不苦啊 没喝到啊 都是香 嗯 你放在哪个吗 一样的放在哪个 没有的 没有的 那个药好的 他自己给帮你掉 对吗 乖的不 哈哈哈哈 不认为药面 好吃 他们都是少量的 那个到家了 你看我们老板娘 他们之类都已经 咱扣药 拣药 老板娘说有扣药 是吧 嗯 所以但是老牌 他放了 那个 那个 视频先到这里啊 打粉的话就是这么简单 找到有这个专业的 打粉机 然后让他帮你打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收的是十块钱一斤 打粉啊 嗯 有 然后 你们 如果找不到 尽量去多多喂点 有那个卖药材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啦 自己视频先到这里啊 下期再见 拜拜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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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